大家好,我是青蛙大叔 我们之前讨论过 胰岛素几乎是所有慢性病的根源 它可能会引起肥胖、糖尿病、心脏病 还有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症等等 好多慢性病都是跟胰岛素抵抗有关系的 胰岛素抵抗它算不算是一种疾病呢? 它肯定是身体不健康的一种状态 因为如果你的身体是正常状态的话 你就需要一个正常分量的胰岛素 就足够把你的血糖降下来 如果你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已经不够了 你需要更多的胰岛素来实现相应的降血糖的功能 那你就已经发生胰岛素抵抗了 也许至少是可以说胰岛素抵抗 它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但是胰岛素抵抗它怎么样通过检查 医院检查来确诊呢 这个的话还的确是有一点复杂的 可能是需要通过口服葡萄糖 测一下你的糖耐量 所谓OGTT等等这些 或者测你的空腹胰岛素 进食后胰岛素的变化这些 相对来说的话 不是你在家里可以随时便便实现的 那么可不可以通过我们平时观察到的身体上的一些表征 或者说身体上的一些问题 来判断自己是不是有胰岛素抵抗呢 这个也是肯定的 首先从皮肤上的一些问题就可以判断一下 你像我们糖尿病是吧 存在这个皮肤干燥啊 搔痒的问题 还有呢 如果出现了伤口破损之后 它又很难愈合 那么通过这些问题的话 你可以判断你是不是可能有糖尿病 那么这个有糖尿病 一般来说是二型糖尿病 那么你就可以判断自己是不是有胰岛素抵抗 因为二型糖尿病都是胰岛素抵抗引起的 第二个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表征的 就是你有没有黑脊皮病 黑脊皮病呢 就是皮肤会黑化 而且会出现在皮肤摩擦较多的部位 比如说颈部 液窝 腹骨沟 这些地方 也有可能出现在躯干 手臂 腿部 等其他部位 黑脊皮病呢 是由黑色素细胞过度活跃造成的 尤其是在我们体内啊 这个血液里边的这个胰岛素浓度 过高的情况下啊 黑色素细胞就会过度的活跃 从而呢 就会产生过多的黑色素啊 然后就会发生这个黑脊皮病 皮肤呢 就会脚这个正常的肤色 更黑 所以呢 黑脊皮病啊 是这个胰岛素抵抗的 一个啊 很可能的啊 这个表象 第三个就是看啊 你身上会不会出现一些小的皮脊 啊 这个血名呢 它叫做软皮油 皮脊跟这个黑脊皮病啊 经常是同时出现的 也几乎是发生在同样的部位 还是在脖子啊 液窝和这个腹骨沟这些位置 跟这个对胰岛素啊 敏感的啊 这个普通人相比 胰岛素抵抗的患者的话呢 他是更容易出现 这个皮脊病的 这是因为体内的这个高颐岛素水平 会刺激这个脚质细胞 这个脚质形成细胞啊 就会加速的生长跟分裂 就形成这样的皮脊了 第四个是所谓的银蟹病 这个好像电影导演冯小刚 他就德国 他那个面部啊 就出现那个皮肤是白色的那种情况 它是一种慢性的 炎症性的皮肤病 发病区域的这个皮肤呢 会变成红色或者粉红色 上面会覆盖着白色或者银色的银蟹 而且呢会有明显的边界 银蟹病它是可以发生在面部啊 然后也可以发生在走部啊 膝盖啊或者腹部都有可能有 这种病的话呢 几乎所有年龄的人啊 都有可能会得到啊 但是年轻人啊 尤其是三四五岁以前 更容易得这个银蟹病 虽然说银蟹病的发病机制 还不太明确 但是呢 银蟹病和胰岛素抵抗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密切 也就是说银蟹病 它发生胰岛素抵抗的这个几率 比普通人要高三倍 也就是说呢 你如果得了银蟹病 那你要注意自己是不是同时 还有胰岛素抵抗这个问题 第五个就是错疮 胰岛素抵抗会引发或者加重错疮 不管你是胖还是瘦 错疮患者呢 他的空腹胰岛素都比普通人要高 如果是患错疮的 和不患错疮的年轻男性 让他们来服用这个葡萄糖 结果呢 那个体重超重的错疮患者 他的这个血液中的胰岛素水平 会飙升多出四倍 如果是瘦子有错疮的 他的呢 这个血浆的胰岛素水平 会上升有一倍多 这都证明了胰岛素抵抗 和这个错疮之间是有关系的 上面说的这五种情况 都是我们肉眼可见的 可以从外观的观察 皮肤上的表现 来判断这个人 是不是可能有 胰岛素抵抗这个问题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要注意 一个尽量的 能够抽时间到医院 去做个检查 看你是不是到底 有没有这个胰岛素抵抗的问题 第二个的话呢 你平时的饮食就要注意了 要尽量的采用低碳水饮食 不要再吃太多米面糖 这些高碳水的食物了 否则的话呢 胰岛素抵抗继续发展下去 那就不会是仅仅皮肤上的 这一点问题了 这个油表机里 你的这个大脑啊 心脏啊 这个血压啊 血脂啊 等等等等 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还有更多的 跟这个胰岛素抵抗相关的问题 健康问题 大家可以去看这本书 叫做这个人为什么会生病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跟着青蛙大叔 随心所欲 轻松空谈